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数据 如何观看这些数据内容呢 当然就点资料咯 首先这个资料我们叫原始资料 原始数据 Rodata 有没有听过Rodata 大数据分析 建议最好是分析原始数据 当然也可以分析报表 因为假设你手上就是没有Rodata 你就是只有很多很多的报表 那我们还是可以分析的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拿到2017年的人口统计 请问这是不是报表 对吧 那假设我今天我拿到的是每一天即时的现在的人口的那个变来变去 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就是Rodata 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什么叫Rodata 什么叫原始数据 首先你看这个资料这是一笔订单 才会有订单ID 然后订单的日期发生哪一个客户 然后接下来他在什么地方买什么样的产品 然后接下来这边的那个销售额 然后利润折扣等等都列的清清楚楚 这就叫原始数据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整理报表 例如说一个月我们是会整理一个月的月统计报表 例如说2013年 例如说2013年1月 我是不是把资料全部集中在一起 然后告诉 我就整理出来说 2013年1月销售额多少 这叫报表 可以了解吗 请问一下 开放资料应该要开放的是数据 还是报表 数据 因为开放资料是为了给大家来去做资料分析使用的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公布 这个学校营养午餐的食谱 就是1月1号吃什么肉什么蔬菜什么这些细项 这就叫数据 可以了解 好那如果我今天我统计我把那个各年级各班人数我统计出来做开放资料 这个就不叫原始资料了 比如说一年一班多少人一年二班多少人他就是什么报表 可以了解哦 你一定要先听懂你拿到的是数据还是报表 有听懂哦 好那 假设我今天我公布的是一年一班一号王晓明 爸爸是谁 妈妈是谁 手机号码 什么这叫原始数据 可以吗 当然这些资料我们要经过去世 就是你就不能叫什么王晓明了 可以了解哦 你可以公布一年一班一号 然后性别性别无所谓 然后再接下来他比如说考试的分数 国文考多少分英文考多少分数 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是谁考的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 好所以你要记住你现在分析的是原始数据还是报表 建议各位报表是不是经过人工整理的结果 你相信他整理的结果吗 好假设你今天你要拿近20年来的癌症统计报表来做分析 你要相信的不是他一个月的分析 你要相信这20年来变了多少个承办人员 那这些人你觉得你拿到资料有可能都是正确的吗 我光讲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就遇到有人写台北市的事是写这个事 然后有人写这个事刚好苍结都打得出来 那请问一下 台北市这个事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不对的字 可是照亮就是有人这样写啊 了解我在说的意思哦 好所以请你一定要区别这个是原始数据 这个是原始数据 看得懂哦 我到时候会举开放资料的时候我就会问你 请问这是原始数据还是报表 因为我们已经公布了一两万个资料了 那这一两万资料你一定要分辨出来 就是开放资料已经公布了非常非常多了 有天气啊有癌症啊有交通意外事故啊有登革热啊有什么幸福城市结婚出生很多很多的开放资料就对了 那那些开放资料我们到时候我们啊应该有这种责任跟义务来去分析一下 来看看这里面一些资讯 好我们了解了这是原始数据之后 我们现在要来了解针对各个栏位各个栏位的基本定义 请问子类别 子类别它是文字 所以它前面没有任何一个符号 请问地区它也是文字 这没问题哦 请问利润 利润是不是数字 所以它前面有加一个sigma 折扣当然也是数字啊 请问一下行ID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第一笔记录第二笔记录第三笔记录它叫做行ID 请问应该是文字还是数字 它说文字耶 你们要不要打它 文字才是对的 数字是不对的 数字就是有必要去把它加起来 像销售额啊 那个折扣 平均折扣是多少 那请问你 那请问你有必要去算 那个总共几笔记录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用到是行ID 可是是把它当作是文字处理 可以了解哦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区别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数字栏位 对不对 数字栏位 那这边真实的数据 真实的数字数据 是不是只有四个 利润 折扣 数量 销售额 可以哦 好 文字栏位 有几个 假设15个 请问一下 数据分析 是希望分析那些数字 对不对 对吧 好 那请问一下 如何做分析 我是不是可以随便在文字栏位 取出一个 一个 来去做分析 所以 15取1 有没有问题 乘以什么 乘以 数字是不是有四个 所以四个要取一个 来做分析 可以吧 然后算出来这总共是多少 我的意思是说 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分析 各城市的销售额 这时候我是不是从文字栏位里面 取出一个叫做城市 然后呢 销售额 是不是从数字里面 数字类型的资料 销售额取出一个 所以 类似这样子的分析 我可以做好多好多 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用组合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个方程式 对不对 你会不会算 国中的时候 你要是不会算这一题的话 你的人生绝对是黑白的 对不对 对吧 可是现在你不会算也不会怎么样啊 对不对 好 反正就是可以算出来 大数据分析 可以算出好多好多的内容 对吧 至少十五层四 这边就六十了 天哪 六十张图 你要不要都画出来给老板看 不用哦 你一定要挑重点 你一定要画出重点给老板看 可以了解哦 那请问你这里重点是什么 而且还不够 这边我还可以再继续加 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画 例如说散顾图 15取1 乘以C 4取2 例如说我想要去看客户 他的销售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再加C 15取1 乘以C 4取3 或者是这边改成2 然后多少 你知道这样算出来 这是一个还不小的数字 好 不管怎么样 大数据分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可以分析的东西太多了 那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分析什么 如果以BI来去看的话 如果以一个公司经营者想要看的报表 你把它分析出来 至少你可以迎合发钱给你的那个人的求 那个就是求知欲望 对吧 你至少要做老板想看的图表啊 同意吧 好 你觉得老板想要看什么 到底公司 到底公司 例如说 赚多少钱啊 然后 各年度的销售怎么样啊 然后 利润 哪些客户是大客户 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跟他维系良好关系 这些都是老板想看的啊 所以相对的 大数据分析 不要分析一大堆 报表 如果你分析一大堆报表的话 其实可能 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好 那我们就先看 各年的销售统计好了 各年销售统计 我们是不是要点 点回来这边 来去画这张图 请问一下 因为学大数据分析 最后交到预测 那请问 你要不要猜猜看 哪一年销售最好 有看到吗 2016年有一张订单 2014年有一张 两张 2013年有 123 4 5 6 6张 2014年一张 2015年 如果说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是不是可以稍微猜猜看 好像2013年销售是比较高的 因为订单多 订单多 可能销售就多 可以了解 当我们今天看到资料 如何训练自己的敏感度 第一件事你就先猜 先猜猜看 你看到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然后我们去求证 对还是不对 然后再做 另外一种分析的手法 来做验证 那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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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